我們來跟各位介紹一種在工業配盤上很常看到的設備 叫做筆流器 在這一個影片裡面會跟各位解釋筆流器的結構 以及它的使用方式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什麼叫做筆流器 筆流器的英文叫做Current Transformer 它的簡顯呢就是CT 即使它的本體是升壓變壓器 因為升壓就是會降電流 所以呢它的功能就是把電流往下降 讓我們可以比較方便的去測量電流量 使用筆流器的時機就是在於 你會使用到超大電流的場合 如果一個超大的電流 直接把它放進去電流表的時候 電流表它一定會承受不住而燒起來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做一些折衷 就是使用筆流器先把電流往下降 之後呢把降低的電流再送進去電流表 這樣子電流表就可以正常的顯示 目前工作的電流 那麼在這個長得像蝸牛的筆流器 它內部的結構是長什麼樣子呢 這種長相在台灣比較常見 裡面的內部呢就是一個變壓器 它是由一個環洋體 再加上繞在外面的線圈所組合而成的 它是沒有一次測的 那麼一次測在什麼地方呢 一次測就是你從中間那個圓洞 所穿過去的導線 導線所散發出來的磁力線 都會被鐵洋體全部吸收 然後呢就在鐵洋體當中去做環繞 線圈就是它的二字測 經過升壓的動作去做降電流 然後讓我們可以去讀取到它的電流量 筆流器的規格 有100安培轉5安培 200安培轉5安培等等 這些都是它的規格 你就根據你的需求去做購買 它的二字測都是設定為5安培的輸出 代測導線的輸入端 是有一次測跟二字測之分的哦 一次測呢會是大寫的K 二字測會是大寫的L 輸出端也會標K跟L 那它會使用的是小寫的來做標示 我們來看一下筆流器的電路符號 右邊是台灣常見的電路符號 這個是當初延伸至日本的規範而來的 左邊是IEC規範 它上面寫N等於5 代表就是說總共在上面繞了5渣 筆流器的工作原理其實相當的簡單 它就是當電流穿過中心的時候呢 它會在周圍產生磁力線 透過安培右手就可以知道磁力線是這樣子旋轉的 之後再透過另外一個安培右手就可以知道 電流是從這個方向在流動的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把電流帶到電流表去哦 筆流器的接線是有規範的 平常沒在用的時候二字測應該要把它做短路的 然後呢我們就把它接到電流表上面去 因為電流表內部的阻抗非常的小 跟短路相近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才可以把CD二字測的短路線拿開 然後二字測的一端需要做接地去保護使用的人們 仔細看一下箭頭所指的地方 依序是交流電符號 筆流器符號 100安培轉5安培 所以這個電流表當它流進去5安培電流的時候呢 它所指示的會是100安培的刻度 所以這兩種設備它們的規格應該要去做搭配的 如果筆流器你使用的是100安培比5安培的話 那電流表也要使用100安培比5安培 這樣子才是最正確的搭配 但是你們會在某些配板看到 為什麼筆流器上面一次測的導線會繞那麼多圈呢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如果說在規格匹配的狀況之下 導線上面流過去的最高電流是100安培 筆流器的規格是100安培比5安培 然後電流表也是100安培比5安培 這些規格全部都是對稱的狀況之下 導線只需要從筆流器中間穿過一扎就可以了 第二種狀況 當你拿錯筆流器的規格 它的規格是200安培比5安培 如果這個時候導線從中間穿過的時候呢 筆流器只能夠得到100安培電流所產生的持動量 最後輸出到電流表就是2.5安培 電流表就只能夠指示到一半 所以我們必須要做一些修正 導線呢我們必須在上面貫穿兩扎 兩扎的話就可以在筆流器裡面產生兩倍的持動量 這樣子電流表的指示就會是正常量了 同理可證 如果說你拿到的筆流器規格是300安培比上5安培的話呢 筆流器上面必須要貫穿三扎 這樣子才可以有300安培的電流進入筆流器 它才可以得到正確的輸出 讓電流表能夠顯示 剛才在接線的地方有跟各位說明到二字車要短路 那麼為什麼二字車要短路呢 那是因為筆流器它本身是一個升壓變壓器 它才有辦法去做電流的下降嘛 現在如果量測的是500伏特的電源 筆流器放大了20倍 再大的二字車就得到1萬伏特了 在這麼高的電壓之下 很有可能會打穿兩個接點之間的絕緣 而把筆流器燒掉 那短路之後到底有什麼功用呢 當一次車通電的時候 齒通會傳遞到二字車 二字車因為短路有電流 電流會產生反齒通 而降低總齒通量 所以它就感應不出來高電壓咯 在此跟各位做一個小節 筆流器可以將電流降低以力量測 這個在大型的用電場合當中是很容易看得到的 而二字車平時必須要短路 接上電流表之後才可以解開短路線咯 接下營 接下營 DESA D D